关于中西医结核研究方法,首先先要明确中西医结核的概念, 就什么叫中西医结核,然后为什么要搞中西医结核, 把这两个问题搞清楚了,这方法就会给你提供。 什么叫中西医结核呀? 我说中西医结核十一门,研究中医和西医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思维方式, 对象内容,观察方法,这是第一句话,第二句话,比较二者的一同点, 第三句话,吸取二者之常融会贯通, 第四句话,就是吸取二者之常融会贯通,创建医学理论西体系, 第五句话,服务于人类健康和疾病防治的整体医学, 所以中西医结核是整体医学, 所以我用了研究,比较,吸取,创建,复务, 十个字,概括地说明了中西医结核的研究的对象, 内容,方法和目的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核的研究